238 大公報,央行放水保流動性續續作2500億MLF 本月或再降準,2015年7月4日中國經濟B04A 估逐跌背景下,中國央行繼續釋放流動性維穩預期 昨日14家金融機構中期借貸便利 到期3845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11家機構提出續作申請 兩行因此進行了2500億元的MLF續作,期限6個月 利率持平於上月的3.35% 兩行表示,由此可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同時繼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博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分析認為,面對目前股市的去槓桿壓力 兩行此舉利於提振投資者信心 不排除月外再降準可能 大公報記者危危神上海報導不同於以往的滯後披露 兩行昨日通過官方微博即時公布了這一消息 本州央行增披露上月的MLF操作情況 當月收回6700億元,同時首次開展6個月期限的MLF 投放1300億元,此前均位3個月,同時利率亦由3.5%降至3.35% 提振市場信心穩預期招行總行金融市場報告 及分析師流動量指出 此前央行通過MLF操作對金融機構提供了流動性支持 當前若不續作畫會對流動性構成負面影響 他表示,近期內地股市動蕩 不少金融機構認為後期貨幣政策並不明朗 部分機構甚至憂心貨幣政策放鬆力度可能減弱 甚至出現拐點 監於此對到期 M.L.F.開展續作很有必要 對於此次並未完全續作的操作 流動量指出 表面上看市收走了部分流動性 但綜合近期貨幣政策操作情況下 此前香港已推出香港 而本州又在公開市場釋放了500億元短端流動性 因此央行掌握了流動性的平衡原則 實際操作也有放有收 並值此維持流動性的合理釋度 兩行本州通過公開市場實現證投放500億元 為連續第二週證投放 交銀資產管理中心高級研究員陳菊菲也指出 當前A股面臨去槓桿壓力 兩行近期適時適度適方流動性 有利於提振投資者信心 穩定市場的整體預期 另一方面 雖然銀行已推出雙槓 並滾動易回購操作 但近期上海賊息輸部市場七天期加權利率 仍呈現小幅上揚態勢 顯示當前銀行間市場有流動性趨緊的壓力 滾動易回購並對MLF開展續作 能更好地平衡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壓力 引渡中期利率進一步下行 他認為 央行希望將隔夜及七天期利率 分別引渡至1%和2%左右水平 進而引渡市場中期利率的進一步下行 昨日說布隔夜利率下跌0.18個點 報100 七天期利率則降9個基點 報200 週四央行在公開市場開展了350億七天期益回購 利率為2.5% 低於2級市場30個基點 陳局非認為 基於跨半年末後銀行間市場七天期利率仍在上行 以及股市的去桿桿壓力 加之以季度GDP掉跌破7% 股頭增速也可能繼續下滑 這些都需要貨幣政策加碼 他判斷 本月中巡銀行很大概率或再推100個基點的全面降準 來引渡銀行信貸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進而達到引渡社會融資成本下行 穩定經濟增長的目的 流動量認為 現時央行貨幣政策工具較為豐富且相對原備 後期操作及使用頻率將關注市場具體表現 若資金偏僅且利率上揚 央行就可能多攝操作 反之操作頻率會隨之低攝 他並稱 後期降準推出頻率若快攝 倉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力度也會減弱 雙降後央行雖對市場流動性進行觀察 但三季度央行繼續推出降準 江式市大概率事件 江式市大概率事件 江式市大概率嬌 還有嗚告 雙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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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降